世界脈動 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NBC澳洲留學網路電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聞平台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Kal 您對澳洲留學人民投資有興趣嗎 歡迎您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叫我們也有新的video 新的消息 您都有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報 好我們今天來update一下 2024年的技術移民 我每年的年初一月的時候 都會跟大家做一個 比較generate的這個技術移民 因為其實技術移民 它第一就是它的概念 了解完了以後 那當然就是它的法規 有沒有什麼變化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大家也知道 這在移民的這個產業裡面 真的是每天都變東變西的 一下北一下南一下 東一下西一下上一下下一下 下一下左一下右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開始創 在2019年創立的這一個頻道 透過頻道 透過科技還有直播 這個影片視訊等等的方式 就是能夠把最新的消息呢 分享給大家 更透明分享給大家 不然每次拿到的那個信息 都第二手第三手的 有時候都來不及 那當然我也會做一些 未來簽證的一些分析 和一些預測 好那我們先來 Anyway 2024年 我們就來聊一下這個技術移民 部分 澳洲的技術移民 首先呢 它的主要的主幹呢 就是這一個系統叫Skills Select OK 簡單的解釋 那當然我之前在頻道裡面 也有特別細部的解說 Skills Select的整個系統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這邊很快速跟大家聊 就是澳洲的整個技術移民的系統 是一種邀請式的 什麼叫邀請式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Invitation Rail 那就在下面 OK 大家看到嗎 Cursor在指的地方 滑鼠指的地方 鼠標 OK 它是一個邀請式的 邀請式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被邀 你連申請都不行 那大家聽一聽 這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嗎 當然有 OK 你如果比起美國加拿大英國等等的國家的簽證 通常他們不是邀請制 你只要去查他們的法規 他們的要求標準 達到標準 你就可以送件了 送件要幹嘛 付錢就送件了 OK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 很容易就送件 但是也不一定很容易就批 為什麼呢 因為在尤其在美加啦 你常常會聽到 他們有些件壓得太久了 全部砍掉 對不起 拜拜 那像 上一次這個川普上去的時候 很多的投資移民 全部被砍掉 已經等了很久了 拜拜 OK 加拿大也是 加拿大在兩三年前也是 投資移民也是 太多了 壓件太多 突然間兩萬多個簽證 全部砍掉 拜拜 我們都不要了 OK 最後有這個問題 那邀請制的系統 就能解決這個問題 怎麼說呢 邀請制它唯一的壞處就是 它會因著 每年澳洲內部政府 還有外部的一些影響 它是一個dynamic 它是動態性的 會變 OK 今年 原本去年 前年配合比較多 邀請很多 後來去年因為這個 這個通膨啊 housing issue啊 對不對 這個房屋居住的問題啊 他就馬上緊縮 緊縮以後 哇 這個邀請就會變少 所以邀請你要拿到邀請 你才能送件 沒拿到邀請 你完全沒辦法送件 所以在看待澳洲的技術裡面的時候 你不能只光是看它的基本要求 你要看它的基本要求在之上 因為申請人越多 他就會把基本要求 越拉越高 越挺越高啊 OK Anyway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這部分 可以在我們的頻道裡面 多看看我們的影片 這都免費的 你可以自己學非常多的東西 當然技術層面要申請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還是要需要專業的人來操作 所以這基本上就是他們的移民的這個整個系統 那這個 我這邊在拿一個範例 就是大家常常會聊的 就是subclass 189簽證 就是獨立技術移民 那他們的技術移民 還是有一個point test system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他們是 這個 評分制的 你的分數越高 你越容易有可能機會被邀請 但他們有最低標準 至少是65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point test system的table OK 裡面呢 我這邊要先講一下 我們現在在2020 我在錄製這個影片 就是2024年1月 他的這個point test system呢 原本啊 原本在去年的4月說要有大改組 所以其實我在去年的時候 一直在等這個東西 就一直沒出來 那他們現在已經整個聯邦政府啊 跟這個 聯邦政府跟很多的州政府 正在討論 新的評分制度會是怎麼樣 所以呢 記得要訂閱我們頻道 分享給你的朋友 因為你有可能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是2024年的2月3月4月5月6月的時候 那個時候政策可能出來啊 OK Anyway 我們先來瞭解 所以他們在基本的框架邀請制的這個系統裡面 在排上去一個評分制度 這個評分制度可能隨時會換的 OK 還有我們 評分制度上面還會再加 州政府的評分制度 這個隨時也會換的 所以這個 像我們頻道裡面 有非常多這些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們先拿一個例子來看好了 他們怎麼評分呢 從獨立技術裡面 從年齡的部分 會算分 從英文的程度 會算分 從工作經驗的部分 也會算分 這個地方我先暫停一下 跟大家講解一下 現在的評分制度 其實是在工作上面 其實是有一點歧視吧 反正就直接講吧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如果在澳洲工作 你分數比較高 你在澳洲之外的地方工作的話 分數比較低 那他們有意要把這個東西給改掉 我舉個例 比如說我們已經進到2023、2024年了 哇這些科技產業的人 你如果是科技業的人 ICT的人 你在澳洲工作 你分數比較多 但是你如果是史丹佛 MIT畢業在美國 矽谷工作的超級AI工程師的話 對不起 你分數比較低 那這是澳洲要的嗎 當然不是嘛 你在一個科技產業 還有這個為全球國際化的一個趨勢下 對不對 你怎麼可能還有這樣子 那麼白癡的這種算分方式 所以這個呢 我估計這個一定會改 這個一定會改的 OK 好那往下 那這個學歷的部分 也是有評分的部分 然後博士 碩士 學士 然後如果你來澳洲讀書的話 那當然他會加分 所以他也這樣子 用透過這加五分 透過這個方式去encourage大家來澳洲讀書 也也刺激澳洲的國際教育產業 好那professional year 就是你畢業後可以有一些實習的經驗啦 那這個現在只框架在會計工程類還ICT 我不曉得為什麼只有這三個 那當然這三大塊是以前還有現在非常多人在讀的 但是未來會不會再把它放寬 不知道或是乾脆不要 因為這也不是太 怎麼說也是discriminative 也是有點這個歧視啊 那我不讀這個 我就沒有這個分數吧 那我 你不是就要逼著我一定要讀這個東西嗎 所以這個 我不曉得 之後還會不會再 那你在你的語言上面 如果你有雙語能力 當然你要去考一個所謂的 Curtential Community Language OK 你也可以加分 在我們的影片裡面 你也可以search CCL 你也可以找到這個影片 會教導你還有解說 我怎麼去考這個東西 如果你在澳洲片眼地區讀書 也會加分 然後Partner 就是你的配偶的分數 現在這個真的很奇怪 現在是如果你沒有Partner 你分數加最多 What? 所以這個我覺得未來也會有變化啦 OK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它的 整個的一個 framework 所以按照現在的這個評分方式 當然我們預計 今年他們也預計 在今年下半年 新的這個評分表會出來 那當然同時在這上面 還有州政府的加分 那州政府的加分會還怎麼樣呢 但Anyway 澳洲政府現在的 現在的系統啊 非常非常複雜 你如果去我們的頻道裡面去搜 就像州政府擔保啊 或者是這個技術移民啊 那影片超多 為什麼超多 超複雜 每個州座 他自己的評分方式 自己的這個申請方式 有些要放ROI 有些不用放 有些要放online phone 有些 哇 真的是炸掉了 然後比如說 西澳又有兩種不同的職業清單 又跟原本移民局的又不一樣 然後Tasmania這麼小的地方 人口這麼小 然後經濟體這麼小 他居然有 如果把190跟491加在一起 好像有十多種的Pathway 哇 比移民局的還複雜啊 搞得太複雜 OK 所以他們有計劃把這東西全部簡化 但是喔 我每次聽到澳洲政府說要簡化的東西 我真的是嚇死了 可能要住院兩三天 為什麼 因為每次說要簡化 其實最後都是變成更複雜啊 我們做這一行 我們去年已經是第20年 今年賣入第21年喔 已經做那麼久了喔 移民法還有移民簽證 移民的政策 有簡化嗎 好像沒有耶 越來越複雜啊 那當然這個也是 因為整個國際情勢喔 進去的人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多 什麼樣年齡層的人 每個不同國家文化人進去 比如說 最近這個 以色列跟去年嘛 以色列跟哈馬斯這邊打起來 很多原本他們從中東移民的 這巴勒斯坦人 看起來原本都好好 怎麼突然間好像變成 對不對 大家都有看到新聞嘛 或者是有些猶太的激進分子吧 我們不要講說恐怖分子 激進分子吧 這些人還是 這個澳洲政府要的人嗎 OK 那當然今年還有40個選舉啊 台灣馬上要選舉 接下來還有很多國家要選舉 這個國際的情勢亂七八糟 都會影響到移民 好我們再跳回來 我還有一檔簽證也要跟大家講 這也是在技術名的一環當中 就是雇主擔保 那大家發現我們在 最近一直在談雇主擔保 因為在去年的11月15號 雇主擔保簽證他們有正式下來 就是要把它 expand 把它擴大 OK 那非常好他們所有的職業都可以轉批啊 而且從原本的三年工作期間降到兩年 OK 那在之前好幾個影片裡面 我也有解釋更多這些細節 這邊特別講一下2024年 還有一個 Key Information 也就是他們所謂的 Skills in Demand Visa OK 這一個簽證類別 那可能我 我相信他可能最後會變成就是SDV吧 OK 他們每次都喜歡簡寫 所以這個SDV呢 他基本上會replace現在的 工作前 雇主擔保工作簽證 然後把它improve 還有increase 三個不同的pathway 這邊簡單的跟大家講解一下 那在我之前的影片 有特別講這個 這邊也簡單的跟大家講解 他們有一個pathway叫 Specialist Pathway Specialist Pathway Specialist Pathway就是避開 即職工種的 然後你只要年薪有拿到offer 12萬的 加速啊 7天內給你批准 OK 當然你批准後拿到工作簽 兩年後就可以轉批啊 這個簽證類別 其實呢他在mimic什麼呢 他就基本上在做跟加拿大和英國 非常類似 加拿大跟英國的Global Talent Visa 就是這個樣子 OK 英國跟加拿大的Global Talent Visa 那大家會問說 那這有什麼差別 跟澳洲有什麼差別 澳洲的Global Talent Visa 直接給你PR了 不需要工作 OK 那當然澳洲這一塊應該還是會保留 他會跟 之後會跟投資移民混在 合在一起 但是會放在金字塔的最頂端 那其他人呢 你只要在英國和加拿大的 他沒有這個直接拿PR的 或是楓葉卡的 他必須要先有offer工作 兩年 我記得是三年吧 OK 然後轉成PR了 那這個簽證呢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Specialist Pathway呢 基本上就是在Copy這個部分 然後呢 後面還有一個Core SKU Pathway Core SKU Pathway 基本上 我個人感覺他的概念就會 match現在的TSS Visa 182的部分 那他會有新的職業清單 我相信這個新職業清單 基本上就是把中長期跟短期的合併 因為他們原本之前都在講要合併 怎麼還沒合併 那可能修法比較麻煩 所以在這個Core SKU裡面會有 但是會不會還需要 兩年以上的工作經驗才能做 因為看起來 Specialist SKU Pathway應該是不需要的 OK 那但是Core SKU還會要嗎 還會跟現在一樣嗎 這也是? 為什麼會這麼問呢 因為之後的485看來是要把它砍 然後降低這個 畢業工作簽證的實現 那如果降低的話 那不是很多畢業的國際學生 就沒有辦法有這個時間 去累積這個工作經驗的 所以anyway我們要再看 然後還有另外一檔叫Essential Essential部分呢 它基本上會跟這個 現在的Labor Agreement 或是DAMA match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要 之後再看它接下來後面的法規 anyway這是我們 今年2024年的技術移民的簡單的解說 那我覺得今年會非常非常的 怎麼說呢 很多surprise吧 為什麼呢 因為原本去年我預計的都沒來 OK 他們去年20 先從2022年講 2022年他們原本說 有這個Job Skill Summon 然後有Expand 然後2023年的年初四月的時候 哇好多review report好多東西要改 結果2023年什麼都沒改 直到11月底 才把一個雇主擔保Expand 那什麼其他都沒有動 邀請也才邀請一輪 就是技術移民的部分 可能大家有follow我們的影片 那2024年會怎麼樣 當然是我們原本2023年Expand 要改的 今年全部都會發生 所以今年會是一個very surprising 的 一個年度 雖然我們度過一個非常複雜的2023 當然2024我不能講說不複雜 因為整個國際情勢看起來會越來越亂 那到底會往哪個方向走 那這些政策也必須要在法規要求之下 一一的出台 所以make sure你要subscribe 訂閱我們頻道 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接下來更多更多這些update 也都會在我們頻道裡面一一的播出來 Anyway 歡迎大家有任何問題可以在留言給我 我們下一集見 拜拜